其實他在跳躍的高度上及遠度上都做得非常地好 另外一位韓國的選手 吳小晏 這位選手在韓國 不能說在韓國 在滑冰界上是非常出名的 大家都說他是金燕兒的接班人 its 一段笔法後馬上接著 三圈的triplet跳躍 三圈加三圈的组合跳躍 三圈的组合跳躍 一切线 三圈的组合跳躍 可以看到他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步伐之後 馬上接著後仰旋轉 我們可以看到音樂的節奏 做了一個稍許的變化 他就開始展現他的直線 接續步 我們也稱為一個步伐 和電腦的聲音 我們可以看到她的最後的組合旋轉 換角組合旋轉做得非常的漂亮 來自安國的補曉彥 連續兩屆的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 她都獲得第九 另外在去年的大獎賽的單戰 她分別在美國戰獲得第九 另外在中國戰獲得第八 所以都有前十名的一個不錯的一個實力 我們看到她在技術方面有機會超越 目前戰士領先的同胞的好手金奈賢 看台上看起來專門是為她而來的 對 真的粉絲滿多的 雖然大會都再三廣播就是這個禮物 不要用直接拋下來 但是好像這個好像在滑冰賽場上 都沒有辦法控制住的一個場面 就是如果要送禮啊 就是像玩偶啦 比較不會散開來的小禮物是最理想的 對 現在大家所有的冰迷們什麼都很清楚這樣子 對 其實有時候送給選手的小娃娃什麼 選手們都很開心 是 可以看到她剛剛那個兩周的AXL 對她來講親而言 三圈跳躍加三圈跳躍 她在14年的時候 在市井賽也曾經端取有57.22分的一個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分数 随着现在来到2016年 他的整个经验方面来讲 应该是会更加的丰富 这目前在女子团局的领先榜 暂时都是由韩国选手来领先 有可能在他的分数公布之后 暂时会占据一二三也说不定 但是真正实力坚强的日本选手 是在最后一组才要倾巢而出 62.49 对 你说中了 123.30 目前要升到第一位 基础分高达35.48 这不但是他的单机的最高分 而且比他14年世锦赛的57.22 我高非常多 哇 自己都非常的惊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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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